中国画是从中国很老以前来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还在做国画 国画跟书法很类似 两个都用磨水和毛笔 国画又好看 画的时候又好玩 画完了可以把画画在屏上 我今天要画的是叫水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用黑色墨水和水做画 我使用的纸张是圈纸 我也用三种不同的画笔 现在我用很宽的笔画 不要太担心出错 但是不要用太对的水 这种水很容易吃开 当我开始我用最大的画笔 我用一光层的墨水把我想要画的东西 大概画出来 我轻轻地把山的形状画出来 我用最后来看 我用最后来看 做完這步以後要等畫乾才行 第二步要把暗的地方畫出來 用多點墨水就行了 記得你能用水把筆畫變質地 在陰影裡 Center天地 洗衣的地方 明天地 洗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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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能把山画的更出来更明显一点 这个时候我开始用小一点的画笔 因为我要画更多更相细 这个时候我开始用小一点的画笔 我开始用小一点的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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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开始用小的画笔 我开始用小的画笔 可以变得更多的画笔 现在可以加小树和小石头之类的东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之后加最后的润色 我用最小的毛笔小心地收到我觉得还没完成的地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